现在最后的韩剧在韩国连续保持收视第一 是前几天小编介绍过的复仇爽文剧《财阀家的小儿子》 故事改编自同名人气网络小说 讲述关于财阀一家的秘书尹贤宇 被冤枉涉嫌侵吞资金而为财阀家杀害 之后尹贤宇重生为财阀家的小儿子陈道骏 以新的身份一边成长一边复仇 海报中的这两位就是两大男主角 除了宋仲基饰样的陈道骏 他身后的就是剧中财阀顺阳家的大家长 陈道骏的爷爷 摄像集团创始人兼会长陈阳哲 他对钱有着无止境的贪婪和欲望 饰演这位戴着眼镜让人看不透的财阀掌门人道 这是韩国演技派的boss李星明 今年37岁的宋仲基 这次剧中一人分尸两角 在努力摆脱过去的偶像剧演员标签 但他的表演放在李星明面前 显然还有非常大需要提升的空间 除了两位男主 身险兵侍然的女主徐敏英也同样出彩 她是剧中罕见单纯善良的人 出生于法律名闻之家 饥饿如仇 以强报复 与财发家的顽固子弟截然不同 本以陈道骏带去所谓名流会的聚会 十分愤怒 一针见血直接嘲讽 这是潜在犯罪集团 也因为这份帅职 保持正义的初心 观众员很好 在剧中还和陈道骏有一定的感情线 不少网名留名 等看二人的爱情戏码 还大赞 身险兵气质一决 甚有大将之风 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 男神说个计 身险兵 现年36岁的身险兵 早于2010年 透过电影《难兄难弟》出道 还一举拿下了 该年百想艺术大赏最佳新演员 演技备受肯定 他也凭借过人仙气 霍蜂 润娥和山米尔的混合体 还因此被清点成为神的女人 不时饰演男神妻子角色 例如机密同盟当中 玄冰怀孕的太太 加油把李先生当中 车胜员的另一半 也即将和圣与圣 共演日剧翻拍的 《跟我说爱我》 外外形象 甚至人心 太子曝因为自备健康食材 未劳剧组 曾与玄冰闹出笑话 我喜欢吃东西 也希望剧组们在拍摄现场 能够吃到新鲜的食物 所以我经常带着很多水果之类的零食 玄冰前辈还问过我 家里是不是开果园或是超市的 除了收割男神 深贤兵一语金刚银 含笑中的一种女神 是老友 他也坦诚 闺蜜经常为他带来力量 即使各自忙着工作 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告诉对方 听对方的话 这样就很好了 我们会聊很多工作的事情 他们也常常追看我的节目 关注着我 虽然深贤兵和这么多韩瑜大咖 都是好朋友 但他的事业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深贤兵本名郭玄冰 1986年出生于南韩首尔 由于父亲从事设计产业 让小时候的深贤兵 开始对美术产生兴趣 深贤兵长大后 就读南韩艺术综合大学 美术理论系 大学时期的他 开始想着 未来要当作家或是策展人 但之后认为自己和同济比起来 对于美术缺乏热情 因此在收到电影研究 讨论会的要紧时 就决定毕业之后开始演戏 也从此和表演 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1年深贤兵开始了演艺生涯 演艺生涯最高光的时刻 就停留在了他出道的时候 出道即高峰 然后就没有了然后 这么多年里 深贤兵并没有尖断过演艺事业 特别出了好几次 这样的美貌 却没有担当女主角的经历 真是要人费解啊 2011年到2020年 中间的9年 深贤兵身上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呢 恐怕只有他自己 在以后参加采访节目时 才会向我们道出一些其中的缘由 如今36岁的他 在25岁出道时 起点很高 第一部戏是《武士白冬秀》 深贤兵拿到了第二女主角的位置 《武士白冬秀》是部男主戏 推的是星途走高的 于成豪和池昌旭 不过 这戏里拿到女主 对新人很是不错了 更不错的是 深贤兵凭借电影《难休难地》 拿到了当年第47届 白奖艺术大赏电影部门的最佳新人演员 2011年参演的这两部作品 带来的新人赏 是深贤兵迄今为止 仅有的两次获奖经历 之后 深贤兵再没有过获奖经历 《武士白冬秀》在SBS播出之前 很多人都予以了很高的期待 这部戏拍着拍着 女主角们就没什么需要的位置 池昌旭跟于成豪自成一组 前辈村民秀成了很多中年观众 真正的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 深贤兵在2011年 刚刚拿下了新人奖之后 就总在演某某男性的妻子 比如公助理客串玄冰的老婆 从这些客串和特别邀约 就是谈话一线的广告了 最初 深贤兵广告代言 合作对象很大牌 2011年到2014年 他与李炳宪一起合作 出演某品牌咖啡广告 然后 也没有了然后 一直到2020年 机智医生生活大火 张冬天 深贤兵又派起了咖啡广告 这次男主角换成了袁冰 从李炳宪到袁冰 确实都是大派的男明星 而深贤兵却已经经历了他 莫名其妙丢失的9年 不知道这位漂亮的女演员 在这么多年里 是用什么来支撑他 始终不退圈的 想必出演张冬天 这个角色的时候 这位女演员 也未必领会到了自己 没运皆退 好运接来的灿烂明天 正在向他指引 当然 这样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深贤兵 如今的合作对象 青色的大牌 刘衍熙 高贤婷 宋仲基 这张与韩国演员 南县美 和洪秀贤 非常相似的脸 是应该有这样的待遇的 除了上述两位美女 深贤兵的脸上 我们能够看到 很多女演员的影子 有时候 深贤兵的侧面 看上去还挺像允儿 眼睛也有一些 正一见的老婆 蒙嘉慧 可见大美女都是相似的 深贤兵自己的偶像 法国演员 伊莎贝尔 余佩尔 但愿他能够有一天 能真正达到偶像的高度 而不是只是各个戏中的花瓶 相比起演艺经历 深贤兵的恋爱经历 更加空白 出道至今 只和刘衍熙 传出过恋爱绯闻 再类似这种 深贤兵 刘衍熙 是通过机制的一生生活 被更多人认识 两人在剧中 分别饰演男女主 剧播期间 就有不少网友在割两人的CP 但剧完结之后 还有网友爆料 两人曾一同参加朋友的婚礼 婚礼现场 除了大合照 这两人还单独拉上新人 拍了张四人合影 当大家都去户外大合照 两人还单独行动 去了咖啡厅 婚礼现场又被拍到 这种眼神的对视 超越普通朋友距离的合照 以及吃瓜网友主动爆料说 深陷兵当天 一直都在刘衍熙的身边 脱离剧本设定 角色加成 两人的甜度 依然没有被稀释 或许是这样 财上剧已经结束了两个月 CP粉还在狂欢 搞到真的了 化学里 卡的之后 肢体结束是最常见的 片场发生小乌龙后 咸兵会笑着 无意识地往南方身上靠 对方也会给他 同样浓度的回馈 拍杀青照事 工作人员说 来个亲力姿势吧 刘衍熙主动牵手 搂肩掌心对抗 这些情侣专属动作 是一个都不放过 就算对方未在场 问到撕心是谁时 柳一秒作大 演戏 神仙病 值得注意的是 他还能是演员真名 不是角色名字哦 第一季剧本位都是 两人还是隔开做的 到了第二季开拍之前 两人见面 就成了这种 可以主动搂肩的关系 连南韩著名 CP粉头子 罗云熙 都磕了这两人了 邀请两人 参加新一季的 山村生活 让这对小夫妻 直接在乡村 过起了婚后生活 开局就充满了 新婚小夫妻的 温馨和调皮 得知演戏来了 咸兵会偷偷藏起来 就为了给对方一个惊喜 连做饭也要一起 像不像直接 再认真的过日子了 再其余 队友助攻下 两人在辣椒田里 仿佛在拍另一档综艺 新婚日记 出门前 演戏会早早给咸兵 准备好兵营 咸兵就是演戏的 形象管理大师 做农活 还不忘记 给他整理帽子 不小心 在人面前出现 射死现场后 当着对方的面 演戏是用笑声 也是丢脸 独自一人士 还是会 憋不住 涌现真实的情绪 真就像大幕所说 这是真几率 才会出现的reaction吧 彻底脱离镜头 两人在合作接触后 依旧有着千丝万缕的交集 前年 神贤兵 在无任何合作情况下 也专门到场 支持了刘远希的新电影 接着就去 给刘远希的音乐剧打call 出演电台时 听到刘远希的名字 他会忍不住的嘴角上扬 但最实锤 还得是这 当主持人抛出提问 你们是恋爱关系吗 贤兵既不否认 也不承认 刘远希这边 则是暗处处的 浏览过 神贤兵大粉的主页 一段时间 唯一关注的 也是神贤兵的粉头 说真 两演员都是单身 都有着相似职业生涯 业务也都不差 又在有爱的剧组 以情侣身份 连续合作两季 合作时的肢体接触 就超越了普通好友 接触之后 依旧会关注对方 会彼此应援 这么看来 两人在一起 不是完全没可能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下期再见